接下來我們要看原來是有運動的要保持運動的要保持運動的那個慣性的現象 這個是康軒的影片 現在我們要來探索何謂慣性 首先我們用書本將直尺的一端點高 另一端用膠帶固定在桌上 將粘土黏成的小雪人輕放在玩具車的車頂上 再將玩具車置於直尺較高的一端 將玩具車釋放 當玩具車撞到皮後會發現小雪人繼續前進而飛離車子 有以上的探索活動顯示 運動中的物體如果不受外面作用 或所受外力的合力為零時 則會保持原來的運動狀態成為斷顯 這個在平常的考卷上 考的是車子在前 公車在前進的時候 突然緊急煞車人會向前傾 人會向前傾 揮動手臂 揮動手臂 你身上 你或者像那狗弄絲的一樣 就是那個狗身上絲就是抖抖抖抖抖 當然你的手要有水 你把你的手一揮然後停下來 然後你的水晶就飛出去了 因為水晶會保持關係 這個繩子把它連在一塊 這個是為了預防萬一用的 但是你不需要那個繩子 當你走出太空船的時候 你並不會跟它分開 因為你們都在倒著地球轉 你們都有相同的運動狀態 你會保持運動狀態 你就不會離開那個太空船 當然如果你被別人K到 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現在預備要預防萬一 要預防萬一 好 等數前傾的車子向上拋 蛤?向上拋 這裡有個小問題 我當然是要問你 但我不給你答案 我沒事 像兩點 我們有一個公司 有一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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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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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地方 這個實驗結果證明 所謂的分量是不夠垂直運動的產 當車員前面的落下 直接導致屬於前面的方向的暫時 跟著手考度下方發脊台的方向去收回 實驗結果證明 屬於前面的運動 和屬於前面的運動 是會互複立的 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有類似的狀況 飛機丟炸彈 拍那個炸彈有兩種拍法 一種是在外面 看到飛機把炸彈丟下來 不發現炸彈會跟飛機一直往前走 他走的是斜斜的掉下來 另外一種觀感是從飛機丟孔 不發現炸彈是直接掉下去的 因為對他而言 飛機在那邊一直往前飛 所以看不出他往前的狀況 就這樣情況是類似的 這個是所謂的 原來的運動的時候 的一些慣性的現象